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短兵相接 骑兵有解 来自德州的游骑兵队 在第三局上 以一支右外野方向的两分拳雷打 形成胜券在握 美国职棒大联盟MLB年度总冠军争夺赛第三战 10月30日傍晚53分开始 在亚里桑那州 封鸿胜大通球场Chasefield继续举行系列赛 坐东的响尾蛇队 在48517名客满球迷的面前 经过两小时52分钟战后 失望的以1比3沉浮于到访的游骑兵队 这样的结局 造成今年度总冠军争夺赛的前三场 出现1-2-1骑步走的有趣画面 换句话说 这是大联盟年度总冠军争夺赛举办以来 第四次出现两支球队在前三场比赛中 都没有能够连续获胜 在大联盟年度总冠军系列比赛的第三战 胜利的球队 曾经有过75次最终夺标的记录 这种获胜的比率达到63.6% 自从1999年以来 最近23次年度总冠军的争夺赛 有12次都印证这种规律 响尾蛇队30日全场共有30打数 击出6支安打 没有拳雷打4次残垒 没有失误 游骑兵队则是全场共有31打数 击出5支安打 一支拳雷打4次残垒 没有失误 做客的游骑兵队是在第三局上 游现年29岁 曾经代表洛杉矶盟盗棋队参加2020年度总冠军比赛 当晚担任第二棒打击的游击手席格 Corey Drew Seager与两人出局形势之下 轰出右外野方向421英尺远的关键全雷打 当时他所面对的响尾蛇队投手 是现年25岁的先发右投手普法特 Brandon Connerfart 这是席格在今年季后赛之中 推出的第5支全雷打 也是他自从2015年9月3日参加大联盟以来 秉持游击手的身份 在季后赛击出第18支全雷打 现年29岁在波多黎各出生 目前效力于明尼苏达双城队的游击手 Corea Carlos Javier Correa Oppenheimer Jr. 是另一位大联盟现役的游击手 生涯累计季后赛全雷打次数达到18次 14次当选过全明星 已经入列棒球名人堂的前纽约洋鸡队游击手吉特 Derek Sanderson Jeter 在16年职棒生涯158场季后比赛中 共击出20支全雷打 至今还没有人打破这项记录 彭广阳 2023年10月31日